今天是2023年10月20日星期五 两年前的今天 周深的新歌《美好的世界》正式发布了 这首歌曲是周深为电影《不速来客》演唱的主题曲 这首歌曲的曲风属于摇滚电音 在形式上带有一种电子迷幻的反差 周深并没有采用大家所熟悉的空灵抒情的散音 而是采用了另类独特的唱腔来演唱这种反差很大的歌曲 这对于周深而言也是一种很大的突破 周深完美驾驭摇滚电影成为了一首经典 值得推荐给大家 接下来是《华语音乐青春榜》公布了20239月榜单 该榜单是中国青年报联合腾讯音乐共同出品的 主要是反映青年用户听歌的喜好 在这其中 周深的歌曲《他》成功入围 位列第十二位 周歌曲发布于9月19日 一经发布就拿下了腾讯音乐旗下 六个榜单的日榜冠军 歌曲是以现代女性为题材 恭喜周深的《他》成功入选 说到腾讯音乐 周深的歌曲《繁华依旧》 诗歌一周之后 再次拿下了影视竞曲榜的周榜冠军 这是该歌曲第三次拿下该榜的周冠军 恭喜周深 说来也巧 央视文娱再次热推了周深的这首 繁华依旧 以此纪念 七十年前的今天 志愿军战士跨过鸭鲁江 视频的最后 网络上公布了一张 广州草莓音乐节的官宣阵容海报 根据海报的内容 广州草莓音乐节 将会在 十一月十八日和十九日举办两天的活动 其中周深将会参加十一月十九日的活动 这么看来 这个消息应该是八九不离十了 近代最后的官宣消息 你是如何评价周深加盟草莓音乐节的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有精神音心